屏東 加油 屏東的這場活動 行政院長蘇貞昌 縣長潘孟安 還有縣長參選人周春米齊聚一堂 但主角卻是另有其人 而且活動結束引發討論的話題 還直接歪樓 原來當天是民進黨籍市長參選人 李興森的募款餐會 只是不久後發生地震 他的臉書貼文 除了關心災情 還出現這句 翻轉屏東市徵兆的疑問句 甚至留下一抹微笑 也讓不少人嚇了一跳 民眾看法不同 但貼文不久後就被嚇掉 換上道歉聲明 除了承認小編發文不妥 並且表達歉意 也強調不會跟團隊切割 但不少人並不領情 批評內容肉麻當有趣 幕僚滿腦子只想著勝選 根本是見烈欣喜 而且太過冷血 甚至直言綠營完全執政 態度毫不在乎 競選辦公室 跟大家道歉 出事的地方 這個責任我們都承擔 五分鐘的時候朋友傳過來 所以你就馬上運練了 李興森出示手機 強調貼文幾分鐘後 就通知小編下架 道歉聲明也立刻由自己操刀 至於同樣是市長參選人的 藍營對手周佳琦 則是不願捲入這場風暴 我也不在意說 他們在臉書上發了什麼 最主要我們還是守護市民的安全 因為我沒有收到任何民調的訊息 對 所以說我還是請走基層 然後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地震議題 藍綠陣營紛紛謹慎發言 就怕就在當下又出現口誤踩到地雷 反而又變成扣分